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的纽约时装周 日前在林肯中心绚丽登场了 富有盛名的日籍礼服设计师庄思正 带着同名品牌来到曼哈顿 展现阿拉伯之夜的设计主题 著名华裔设计师吴季刚 则展示主题《从容之美》 一起来欣赏 亚裔设计师在世界时装界的努力 越来越受到注目 首先带您看到著名台裔设计师 吴季刚的《2014秋冬新作》 曾因为在2009年的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 为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欧巴马 设计了白色单肩礼服 而一举成名的吴季刚 在这次时装中 想要展示从容之美 而这个系列的色系 选择了混合类的紫色 以及神绿色 他认为这种饱和的颜色 是最适合秋冬的色调 接下来看到日裔设计师 庄思正的阿拉伯之夜 漫步在摩尔仁宫殿内的时装模特 身着艳红脊皮绒小礼服 展现镭射切割图腾 礼服上花边与刺绣的灵感 来自中东手织精致的 波斯地毯 强烈的基础色调 红 蓝 绿 紫 忠实展现当晚主题 日裔礼服设计师 庄思正表示 这是多年旅行中 对中世纪摩尔人传统建筑 和纺织品留下的深刻印象 尽管美国近来天后不佳 仍有不少宾客专程飞往纽约 出席年度首场时装审市 之后时装周将陆续转站 伦敦 巴黎和米兰等城市